其實我是飾演一個心理醫生 我之前真的沒有演過醫生 不過這次就是心理上的醫生 挺有趣的 專醫一些性方面的問題 或者兩性方面感情的問題 我覺得是挺好玩的 因為也會令到我自己 和我做我先生的那個角色 大家會有些問題 有婚外情出現 也會有些錯綜複雜 是挺好玩的 你有沒有記得最辛苦 還是還有挑戰性 是這一幕 我想應該是 找到了我老公出軌 我要問他那一場 本身那一場戲 還要是我們十周年的紀念日 有些情緒會比較波動 都很開心 和朱柏康都很合格 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演員 所以大家演起來都很舒服 好運氣 幸好 因為這麼多人 這麼多條線 又不會很辛苦 當然開門的時候 都會長時間 但是就盡量不用開門的時候 都會陪下他們 因為你都知道 現在就不能去街 他們都會悶 都會想一些家裡的活動 和他們玩 或者是 下班的時候 都會盡量自己照顧他們 都是 盡量這樣